而美国东岸的披子堡是全美现在制造机器人或是协助人家研发机器人的重镇 很多人对于披子堡的印象是钢都就是它是钢铁重工业城市 那因为80年代之后大陆的钢铁业崛起就让披子堡的经济一蹶不振 于是披子堡还是善用它的钢铁之都资源特性 后来积极转型朝高科技产业发展非常成功 尤其它锁定需要钢铁材料的机器人产业迅速发展 甚至在披子堡当地创造了超过上千个工作机会 成为美国城市经济成功转型的最佳典范 人类引以为傲的科技正在一步步抢走你我的工作机会 越来越多的企业工厂生产线看不到作业员 只有这一台台冷冰冰的机器兵团 有科学家甚至预测未来25年70%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 不过美国Pittsberg正在努力颠覆这个想法 从对你嘘寒问暖抱大腿的蛇型机器人 以及这个能背负搜救任务的小钢铁人 和能陪你下棋玩游戏的机器人 这些功能各异的发明可是让Pittsberg重申成为机器人领导重镇的工程 Pittsberg过去是美国著名的钢铁工业城 有世界钢都支撑一度垄断全美半数的钢铁产量 但钢铁厂排放出的废气搞到整座城市黑烟弥漫 环境与空气重度污染 直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钢铁量强势崛起 逼得这座世界钢都不得不转型求生存 虽然接着有不少政治官员不放弃 誓言重整钢铁业 却已经挥天法术 一切有归功于钢铁道王安德鲁卡内基 当年转型最艰难时 他不但跳出来力挺 还出资设立卡内基美龙大学 目的为驻城市转型成功 后来这座大学在机器人学以及电脑科学等研究领域 都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 而且近几年经由他们协助开创的机器人公司超过了30家 也为当地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 其中以这家公司成长最为快速 他们为物流运输管理研发的这款无人驾驶拖车 尤其出迷 这意味着能创造更多高薪的工作岗位 Pittsberg拜科技产业之次 失业率低于美国平均水平 甩开30年前失业率达17.1% 每月4000人失业的噩梦 昔日没落的工业城对变成科技重镇 人工智慧以及精密科技等软体工程成为这里的强项 但当地政府拟定的目标不止如此 面对产业处处升级 当地不少专家也认为 未来机器人若要取代人类也仅限于高难度的工作 因为机器人充其量只是个帮手用来提升效率 人类不该反过来被机器吞噬 别忘了机器人不是万能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是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